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7号星期二 美国现在也准备对中国的比特币挖矿公司动手了 当然了 明科总是跟我说 说什么中国拿他们也没辙 美国拿他们也没辙 现在反正据我所知 美国现在对他们下手还是比较狠的 对不对 鼠桃哥现在到现在还在监狱里了 还不许保释 然后现在美国还在起诉 其他几个这种比特币的虚拟货币的 世界知名的几个都在起诉 甚至有一些人躲在了美国不能引渡的地方 中国这边就更别提了 老公一动手基本上就全清了 清得干干净净的 大家都全都跑漏了 对不对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比特币挖矿公司也要动手 微软的一个评估 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团队发出警报 说有中国背景的公司 在怀俄明州进行加密货币的采矿 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承讨到这个级别的话 准备是要动手了 他说有中国背景的公司 他们挖矿的地点 紧邻为五角大楼提供支持的微软数据中心 而且距离一个控制携带核武器的 洲际弹道导弹的空军基地 也只有1.6公里 所以说挖矿 挖矿也算马农 还不太一样 矿工 如果扛上计算机 可能就会把空军基地 这不是口说八道 就是为了要抄他们的家 我估计是想他们把这些东西卖给美国公司 就跟TikTok一样 不就这样的意思吗 其实是这么意思 我觉得是看着他们的钱了 我觉得 简直就是 这个山岗上下到这地步 这没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你说他们一帮挖矿的 他就好威胁到了美国的空军基地 这是怎么着 他们拿地产机砸死你 是吧 这真的是太搞笑了 然后微软团队在提交给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报告中说 他说这个地点可以让中国人开展全方位的情报收集行动 在美投资委员会 不是 这种东西都是在网络上搞的 对不对 离你1.6公里就可以开展情报收集活动 要离你160公里就够不着了 是吗 这种东西 他都拿计算机从网络走 这个距离它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 反正在美投资委员会 是一个专门负责监控海外投资者威胁的一个联邦机构 就威胁到美国了 反映什么 说明对中国现在比特币矿场 最近在美国各地激增 美国高层普遍感到不安全 要对他们动手 说这些装有专用计算机的大型仓库或者集装箱 给美国电网带来巨大的压力 这些计算机通常24小时不停的运行 川普时期在川普旗下的国土安全部 担任基础设施保护助理部长的哈雷尔说 他说这些矿场如果协调工作的话 可以造成严重破坏 什么破坏 就是给电网带来巨大压力 就他们一起开 这电网受不了了 你不给他供电行吗 对不对 他电网供电不供电 那闸不在你手里吗 对不对 你专门给他留一个闸 对不对 你不高兴的一拉 他不就全歇菜了吗 对不对 不给他CPU少 对不对 这东西他能治疗你 你治不了他 对不对 见了鬼了 他说少你电网就少你电网 是吧 你就弄个保险丝知道吗 知道什么叫保险丝吗 以前我们中国 每家每户 保险丝烧了怎么办 再再接一个 对不对 不都有保险丝吗 你专门给他弄一保险丝不完了吗 他只要一过量了 啪保险丝一断 不就断开了吗 现在你原先的老保险丝 经常你还得自己换 现在都是就跳闸的 对不对 现在没有那保险丝的 就直接啪 他就跳下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弄完之后再推回去 对不对 你电网治不了这个东西 你在逗我吧 你怎么可能 我们自己家都有个保险丝 都有个 对不对 家家户 你跟我说 电力局没有保险丝 没有闸门 我不信 对不对 你家家户户都有 你们倒没有了 真的是 这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是吧 他们说 包括有针对性的停电和网络攻击 可以攻击美国网络 这真的是 他说 中国影响到美国 如果要攻击美国网络的话 那中国黑客从中国不就直接攻击你的网络了吗 不瘫痪你的网站不就完了吗 还用着跑到你美国来 就什么乱一八道的 说中国影响到美国关键的能源系统的话 应该立即进行调查 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 说至少在12个州 包括阿肯塞州 俄亥俄州 俄克拉荷马州 田纳西州 德克萨斯和华阳明 说中国人现在都在这些地方都开始经营各种的比特利币的矿场 因为中国不让搞了 不到往美国搬 说他们消耗的能源相当于150万户家庭的中原量 问题是你有一些州 那个店店其实是过剩的 对不对 你卖给他之后还产生了经济效益了 要不然的话 那店你也存不住就白没了 对不对 这不是好事 不是给你送钱来了吗 对不对 你有一些州 那店扔着也是浪费了 对不对 他去的肯定是你那些店比较充足的州 对不对 所以 说在满分和运载的情况之下 仅是下沿矿场就需要5.5万户家庭使用的电力 自2021年 中国禁止了比特币挖矿以来 比特大陆 中国的一个公司 比特大陆 向美国运送的设备是此前5年总和的15倍 对呀 废话 中国不让挖了 他们不都搬家都过来了吗 对不对 有好多设备都原先是在中国的 现在都搬到美国来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管他们还是能管的 中国的民科说中国共产党拿他的没辙 那都见了鬼了 对不对 说管就管 管他 他们明明白白的 全跑路了 对不对 全都卷包跑了 全都跑到国外来了 所以比特大陆控制了全球90%的设备市场 这些设备专门为比特币挖矿的设计 那为什么呢 不是说他技术多么优秀 主要还是他的性价比高 你懂得意思吗 因为这东西其实从技术上来讲 他又不是做芯片的 对不对 他也是买了显卡 我把它装一 存在哪的 懂不懂 他就是个存在哪的 可能软件上稍微调一调 你就这意思了 你就他有多大的技术含量 也没有啥 他只不过呢 就是说呢 他都给你解决了 把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性价比比较高 就仅此而已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边 还要说呢 一些矿场的所有权的不透明 所以其中一些呢 可以追溯到呢 中国政府 说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如果想挖的话 那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就要开在自己家开 开到你这来 开到你这来 你不高兴都被你卷走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这些矿机 也不少钱了 也就挺值钱了 那中国政府如果想开的话 那在中国 那中国政府 在中国找个什么 闪甘宁那种地方 有电 然后资源发展的不好 在有赋予电的时候 把机器都够那中国政府挖 对不对 弄你这来 莫名其妙 说这中国政府搞 位于下沿的矿场 与五家公司有关联 他们都使用了 纽约市公共大道上的 同一处的办公地点 其中一家呢 在开办群岛的注册 直到去年呢 还是一家呢 中国猪肉呢 加工公司啊 说这原先是中国 这都是这个 说这他们的这个谎子 他不是啊 他卖猪肉挣钱 他挖矿 他也为了挣钱 不是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微软的报告呢 说呢 也没有发现什么 直接的迹象 表明呢 这些呢 这个挖矿公司呢 存在恶意活动 说他们就只在挖矿而已 对不对 他说 然而呢 我们认为工业级的 加密货币挖矿操作的 计算能力 以及呢 数量不明的中国公民 中国 主要还是中国公民 中国公民呢 直接靠近微软数据中心 和美国三个 战略导舰基地之一 对美国有重大的安全威胁 担心的这帮矿工呢 拿着计算机呢 就抢劫了美 他们能打得过 对美国空军基地吗 就这帮人 真见了鬼了 而且估计他们也没多少人 他就弄一个集装箱 就一个人盯了就行了 他也没有多少人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主要还挣钱来的 他有意思 我觉得微软是怎么着 看上人家这些设备 想逼他们把这东西卖给微软 说美国的比特币挖矿活动 急剧增加 今年的比特币挖矿业务 消耗了大约的4000兆瓦的电力 足以为300多万户 美国家庭来供电 这些操作的巨大的能源消耗 加上几乎可以立即开启 和关闭的能力 使得许多大众户能够参与到一些电网项目当中 什么项目 就是电网 他搞一个项目 就是说 如果我电富裕的时候 我给你用 因为我的电富裕 你不用的话 我也存不住 你把它用了之后 你还给我钱 我不挣钱 但是咱们说好了 万一我电网复合过大的时候 你们马上把它关闭上 你就先别用了 然后这个之后 我会付一些钱给你 大家说好了 就一些优惠 这实际上不跟电力局 就是说去帮 比如说你到夜里 用电少 有些电也存不住 你像拉斯维加斯 这儿不太有太阳能 有时候太阳能 他就灌进来 灌进来就灌回电网去了 这时候你把它用了 然后我价格的低价 但是我还是挣钱 对不对 等到白天的时候 我用电量猛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信号 然后你关了 你就别用了 然后我付一些 这个其实不是一些商业网 大家不是互相合作的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但是他说比特币矿场 不可预测的行为 可能导致出现的紧急情况 说他们如果在高峰期 本来应该关闭了 他们突然开启了 那一下就把我电网 整个就给摧毁了 妈的你的保险丝 你的保险丝是干什么的 你不装根保险丝 你没有个跳杂是吧 真逗死我了 你专门给他装一跳杂 不就完了 对不对 你矿工公司 你不就这样注册 你不就这样搞 我就知道事情正好 我都专门在你这根线上 装个跳杂 对不对 我允许你的时候 你就开 我不允许的时候 我按个球 你就没电了 我直接给你断电 不就完了 这点事做不到 这是一个特别 这是一个特别高技术含量的事吧 这应该不是吧 是不是 这我觉得我们随便找个那种 我们找他福建装修队的帮我们家弄那电 弄的都溜溜的 你要实在不行 我帮 这走线过来了好多人都会干这活 这活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对不对 最近你说一个月来一万中国那走线的 你知道吗 那里面好多电供 而且说中国比特大陆在矿机市场的主导力也引发担忧 因为这些机器都是他们做的 说2017年发现了一个漏洞 认为比特大陆证实可以远程的去控制矿机 这矿机是他做的 然后他们可以远程的去控制它 那他控制的矿机能对你美国造成什么伤害呢 对不对 这孩子他不挨着 对不对 他就算能控制怎么样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警告 说如果中国觉得与美国的重大冲突铺在眉睫 中国肯定会考虑对美国本土的这种关键的电网的基础设施 采取激进的网络行动 说他们突然一种把美国电网全瘫痪了 我的天 这真的 说知名的安全咨询公司切尔托夫集团的安全专家说 说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 已经就比特币的这种矿商 尤其是中国人拥有的矿商带来的危险 在进行的分析 主要还是中国人 对不对 只要这些中国人把这些 把他这些挖矿的公司卖给美国人 是不是就没事了 是不是 又不就明抢了 你就说你明抢不完了 对不对 说中国矿主的身份 隐藏在一堆空格公司之中 而且这些空格公司本身 又由空格公司拥有 实际的所有者 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国有企业 有联系 比如说举个例子 说比特大陆 说比特大陆 他就参与了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 那个矿场 就是他有废话 你90%的设备都是他卖的 那哪一个都跟他有关系 对不对 说还参与了阿肯瑟州 华盛顿州的采矿业务 说过去15个月 比特大陆对美国的出口 一直是通过他的子公司 叫海南比特大陆 科技有签公司进行的 说海南比特大陆的地址 它位于海南东部城市 万宁一家 中国共产党开办的宾馆里边 中国政府中央宾馆 然后公司联络员说 现在已经不在这家宾馆了 说你们不用担心 他说我们是这样 是当地的万宁 他们的政府 为了吸引企业 他闹上的搞 因为我们去了之后 他不去有收入 有收入 他们不用纳税 我们纳税大户 他们为了吸引我们 要求我们去 然后当时还没有办公地点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临时地址 以便企业可以迅速的开始营业 所以这个宾馆 就是当地政府办了一个宾馆 这个宾馆 任何公司都可以在里面 租一个房间 或者租一个办公桌 就可以搞一个公司了 就皮包公司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这种挖矿公司 其实也没有什么 他没什么业务 你知道吗 他也没几个人 他就随便搞了个皮包公司 搁在那儿 然后在那儿报税 他说只是一个 有很多房间的酒店 没有别的了 知道吗 就这么个意思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想 明抢中国这些挖矿公司 我觉得可能眼馋 觉得你 当时 你刚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办你 这不好办 我要等你 等你把设备都进来了 在我这都弄好了 开始运转了 可以挣钱了 然后我说对不起 你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你们的中国人不能要了 把这些企业都卖给我 都卖给美国 然后低价卖 然后你说 那我搬走 对不起 不能走 因为你走到威胁国家安全 你就说你明抢不就得了 对不对 你给我扯那些乱七八糟的 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就这么个意思 因为挖矿公司 从各方面来讲 想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 不太可能 他对电网的冲击 他也不是很能冲击电网 因为电网想防他们太容易了 你知道吗 至于其他的黑客的话 他没必要到美国来黑客 从中国搞黑客 一样能够瘫你的网络 对不对 他如果跑到大道远 跑到美国来 对不对 至于你的空军基地 如果连几个矿公 你都拦不住的话 你那空军基地 关门得了 对不对 他们能一个人扛着电脑 都能冲进去吗 对不对 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的站岗 都是拿着AR15 拿着冲锋枪 他扛上计算机 你打不过他 你就见了鬼了 你懂我意思吗 他真的是不挨展 你知道吗 反正 但是不管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些 八幻公司 看了新的报道之后 做何感想 人家现在盯上你们的墙了 你们怎么办 对不对 在中国的时候 你们跑路了 那人都觉得美国好 来了美国 你会发现现在美国 美国现在 你看俄罗斯的那些寡头的财产 都给他秘了 然后后面又要干什么 据说现在又要弄 什么巴勒斯坦人的 说什么恐怖分子的财产 然后现在又看上中国人的财产了 我跟你说 你等着你看 有很多中国的财产 搞不好 最后多个问题 明年习近平如果打台湾的话 美国在这能弄得中国寡头的资产 多了去了 知道吗 当然了 自打去年文物战争之后 已经有很多中国的土豪们 开始来跑路了 就觉得美国不安全 担心了习近打台湾之后 美国就跟没收 俄罗斯土豪的资产一样 中东的好多的土豪们 也在变卖美元资产 然后再换其他的 可能还往中国走 什么的 对不对 也是担心的不安全 所以你就能看出来了 对不对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 美国就是认为私有财产 安全 不容侵犯 但现在看起来 恐怕不是那么回事的 到时候他就说 你是中国公民 我觉得你在这种 这些公司对我美国国家造成安全 我让你把这公司卖给我美国 低价卖 你不卖不卖也不许走 那你怎么办 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这些事情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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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